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它不长只有六集的时间 那我会知道这部戏是因为我合作的一个作者 他在FB上面分享 然后那时候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部戏的切入点我觉得很有趣 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整个故事的梗概 那等一下凯宇会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六集很独特的地方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使用一个APP叫做Spotify 如果你很喜欢听音乐的话 Spotify应该会是你的首选 比起其他的APP或YouTube的话 其实他们在音乐上面的这个串流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像开语几乎就是 我每天早上第一个开的APP就是Spotify 对你就让音乐把你叫醒嘛 非常的文清 我还不是是我先醒了之后 然后再开音乐 失去错了 你可以用智能啦 然后 所以这故事呢 其实是从2004年左右 Spotify都还没有出现 然后这个所谓的创始人 那凯宇等一下也会介绍呢 他怎么透过一个发想 然后把Spotify慢慢建立成 现在这一个 其实是独角兽的 对不对 整个这个新创事业的独角兽 但是这出影集最好看的地方 不是一个成功故事 因为以往我们看到这种成功的案例 我们就会去研究他 他怎么崛起的 他们做对什么事 可是我觉得这出戏 真的非常好看的地方是 他六集是六种不同的视角 第一集我们就是在看创办人的 这个故事 然后第二集呢 音乐创流王者 音乐串流起来 那哪一个产业会被影响 大家想想 音乐产业 因为他最刚开始 其实Spotify他会崛起 我觉得有一个时代的因素 我们当然 因为Spotify他是一个瑞典的公司 那我们应该都不太认识瑞典 可是至少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 像我还记得在约莫 就是两千年左右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我们要听音乐 那时候买CD又很贵 卡带已经不见了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在台湾都很习惯用一个软体 P2P的软体叫Foxy 台湾啦 对就是台湾的 然后在Spotify这个故事 在瑞典的那个场景 他们叫做海盗湾 这样的一个网站 对对 所以他打击的其实是音乐产业 所以大家如果有在听音乐 就是知道两千年之后 其实唱片业真的很萧条 所以第二集呢 他就是去讲 另一个角度 就是唱片业 他们怎么看待 一个串流软体的崛起 对他们的影响 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观点 然后第三集是一个律师的角度 我觉得你这顺着讲完 我到底就不用讲了 我大概讲完 你加油 现在已经四分钟了 第四集是律师 第五集是女院的技术长 我觉得技术长那一集 也真的很好看 你就看完之后会有一种 我们真的要好好对待 我们身边的工程师这样 然后第五集是 他的另外一个创办人 就是马丁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角度 就是合伙之间 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第六集是艺人 这些在Spotify上面 有发表作品的人 他怎么看待这一个平台 是为他们加分 还是带来更多的剥削 所以这六集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开心的地方是 哇终于有一个影视产业 他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并不是单一叙事 以前我们就是 好莱坞通常都是单一叙事 就是跟着男主角跟女主角 然后去看那个故事 所以我们很快的 在故事里会有好人跟坏人 可是Spotify这一个影集的话 串流王者这个影集 他有六个角度 我其实觉得 他也在说明的 我们的这个现代的社会 开始能够接受多元视角 不同的观点 其实就会看见不同的事实 而这些事情 没有谁的是对的 需要互相去了解 才能创造对话 所以我就会非常推荐 这部影集 然后我看了之后 也就推荐给开玉 跟我身边的人说 你们都要看这出 很好看的影集 好 我前情提要有点久 我知道 开玉你今天打算 你刚刚就是 像Spotify他们 一定要创造出一个结果 就是避免缓冲 对不对 就是不停这样子 不是 就是像我们以前用Foxy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等他下载 对啊 对啊 你知道我刚刚 等下载等了五分钟 你已经离线了吗 对我已经快离线了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让我说 我还分配让我讲这个 不好讲 开玉这六集 其实每一集都有很多材料可以讲 你打算今天怎么跟大家介绍 其实关于任何的 不管是商业故事 或者任何典型的故事 它一定有主轴叙事嘛 对 这是我们平常很习惯的一个概念 包含 像你的心理小学堂 你们接下来可能要谈到后现代 对 后现代它就是跟现代主义的对话 而现代主义就是有一个主轴 一个假设性的终极真理 然后大家要靠近或者诠释它 就有个主流文化在那里 对没错 但是我觉得像Spotify这部电影 就像我自己 这部影集 然后我们有一个老电影叫 十二怒汉 然后再比如说有一个 不那么老的电影 但也蛮久的叫做刺杀句点 我觉得这些 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搜寻 我觉得这些影片都很值得看 为什么 因为他们颠覆了那种所谓现代主义的主流叙事 或者是主结构叙事 他用一个多元的视角 多元的角度在谈同一个现象 那这就有趣了 我们主结构的叙事一定会有一个英雄 一定有一个正派 然后一定有一个反派 然后我们就会很直觉认为 正派绝对正 反派绝对反 就二元对立 但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 任何成就的背后 一定有它积极正面的地方 但一定有它阴暗面的地方 然后我们通常会忽略 而这个影集 它其实是一个半虚构式的 它是半虚构式 因为它这影集六集的 到最后它其实已经演到 假设Spotify继续的发展 到了2024年 2023、2024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它是一个半虚构的叙事 但还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用Spotify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亲切感 你就会有一种 我原本只是这一个软体的消费者 变成是我可以绕到他身后 或者绕到他侧面 去看各个不同面向的人 是怎么样完成这一件事情 好像用VR在看整个环境的感觉 对 没错没错没错 你可以选择你的视角 而这六集里面 你刚才已经做了一个 大概每一个主人 它六集就是六个角色 然后去用他们的视角 看整个故事 对 六个角度 而这六个角度呢 待会会一一地跟大家分享 而不是分享里面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看戏这种事情 我不要剥夺你的快感 但是这种商业故事 也没有所谓剧不剧透啦 对 它比较重要的是 你看里面的观点 但既然是观点 我觉得这六个内容 我都会用三个面向 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面向就是 那些主观角色 就那一段的主观角色 他们的真实是什么 就他因为什么 他发现了什么状况 或他的主观真实是什么 让他决定要做一些改变 或做一些创造 他看到的事实 没错 然后再来 他为了他的真实 要去改变这个真实 或者是完善这个真实 他付出了什么代价 你看我们有时候 听成功故事 我们理性上都知道 成功要付出代价 但事实上我们都忽略了代价 都会有一种 A加B等于C的这种 粗暴的直觉 大家真的发生的时候发现 我不要 我没有 我的幻想里没有这个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 那个就搭配在 他主观视角里面 他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最后 这一切在他的视角里 能够完成 或者到了那个阶段 他其实一路以来 贯穿的信念是什么 让他坚持下去的想法 对 他的那个想法 或者 有时候坚持 不一定是坚持到成功 就像我们看 程式设计师 他的主观视角 他坚持其实是一种 有一点怨恨 有一点 他对物多方的追求 实在是太高了 但在背后 一个人不会没有理由 做任何事 或说任何话 他做那件事 或说他那句话 一定有他背后的信念 而你只要能够 还原一个人的信念 这时候你回头 看他所有做的事情 所有说的话 一切就合理了 是 对 所以我会从这三个角度 好 真实代价信念 好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人物 一定就是那个创办人 创办人 叫丹尼尔艾克 那当然我不是瑞典人 所以我不太知道 我发不出 对 他瑞典文的正确的念法 我们都叫他丹尼尔 对 他的世界是什么 像这部影集 刚开始的第一集 一定会从创办人的视角 去看 为什么Spotify会发生 那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是不知道Spotify他们的故事啦 那Spotify现在大家称他为独角兽 可是很遗憾 截至目前为止 他仍然不赚钱 还在赔钱 还在赔吗 还一直在烧 没错 一直在烧 喔 截至目前为止 我昨天还特别去查资料 诶 我怎么有发现 他好像是他开始有盈利 但是还没有打正 还没有很乐观啦 还没有很乐观 对 所以他的最后 延伸到假设2023 2024 里面谈他们再跟银行 再去投资 融资 这是合理的 这是合理 其实很多独角兽企业都是这样子 就像特斯拉 也一样啊 有没有 他后来股价这么的狂飙 不是他赚钱 是大家对 大家对他的期待 让他这么大这样子 所以从创办人的角度 其实他的真实是什么 我们听很多成功的商业故事 通常都不是从一个美好的梦想开始 而是先从很多的挫折开始 对 所以丹尼尔艾克他本身也是一样 他原本是在一家公司 也是担任技术人员 然后呢 他 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 倒不是说他在工作里面 他没有被看中 我觉得有一幕 如果你有看这部影集 你一定会看到 就是他跟他妈妈的互动 他就代表一个新世代的人 比如说他在过年过节 会送他妈妈最新的智慧型手机 最好的3C产品 可是他妈妈一方面满怀的笑容的收下 但二方面其实你可以读出 他妈妈并没有想要这些东西 那这对他来说 这对他来说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 好像你生命当中 你深刻相信 觉得这是未来趋势的事 你想要跟你最亲的家人分享 但最亲的家人却不买单 他妈妈仍然用纸本收集那个coupon 有没有 有有有 然后还有去播音乐的时候 也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他的内在有一个东西 是他一直想要证明他自己 他一直想要去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 可是他的第一个 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他人 他的妈妈 其实事实上是不买单的 虽然没有打击他 但事实上那份失落 你可以从那个 我觉得这部戏拍的好 就是他把那个细腻度 其实你可以展演出来 包含他妈妈邀请他跳舞 然后是用CD来播 他那一刻的表情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至于你说后面 他没有被他的公司赏试 他 他害尽Google的演算法 让他们公司的那个SEO 全部都排在前面 结果他公司还 被告 还骂他 还就是一直就是说 不容许他这样子 到最后他负气离职 就离职回到家之后 他有偷Google的履历嘛 还被Google 对 还被Google拒绝 因为认为 因为他好像没有完成 他的学业 他没有大学学历 对 这一切的一切 让他觉得 他其实是从挫折出发的 我觉得他那个内在的动力 是很想要去证明自己 所以我看到这里 我就会觉得 有时候我们看到 现在那些很美好的 结果 或者很美好的呈现 他背后可能都有一个 不是那么美好的起始点 这也让我有一个感觉是 如果你现在 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美好的状况 其实真的不要泄气 处处是机会 没错 所以你看 他的真实是挫折 但是呢 你也知道 他后来因为这个挫折感 他其实不是 直接就去做Spotify 他是先做了一个 因为他自己有专业技术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都知道 叫做个性化推荐 就是你去逛很多网站 不管是广告 不管是你到伯克莱买东西 他都有个性化推荐嘛 他其实算是 最早做这件事 最早的演算法 对 他是个性化的推播广告 就你点了什么 你搜寻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行为 然后他的系统 就会去 去推算 你可能喜欢什么 然后推相关的广告 然后他因为这样子的机制 他跟广告组 去做Charge 然后他做了这个 简单的小程序 让他赚到人生第一桶金 也是让他结识了 他后来的合伙人 Martin 然后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年纪那么轻 22岁 你就拿到 拿到 你就成为千万富翁 而且我不知道那个 瑞典的币值跟台币 是怎么兑换的 一定比较大 然后他其实就过了一段 所谓他觉得的有钱人生活 对 然后很快就无聊了 可是我觉得你要去想的是 你要去想的是 你看哦 当你是从这样的挫折出发 然后当你得到了这些 你还会愿意 把你的身价show him 去冒险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些成功的故事 我们都会很容易的减我们自己愉快的片段 但事实上我觉得他的代价是什么 冒险 对 包含他在很多阶段的 我们他后面谈到了很多很多阶段 他去跟唱片公司谈判 他去做很多重要的选择 我觉得他背后都有一个冒险性 所以永远不要小看那个冒险的付出 任何的结果都有代价 而他的代价就是他敢冒险 我会常常看到那也说 我就问我自己 换成我是他 我敢冒这个险吗 我们有时候看故事 从主流叙事是不是就觉得 好像应该这样 这样做就没错了 可是是因为你知道后面啊 对 但当你真的带入 你在那个当下 永远要问一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成功 会酸言酸语嘛 对不对 会酸葡萄 但你永远要问自己 如果你是他 在那个当下 你不知道未来会这么严的时候 你敢冒那个险吗 所以冒险是身为 多数创业者的一个代价 我们都会很想得到 创业者的结果 但你愿意不愿意去付出 承担他的代价 那推动那个Daniel的这个信念是什么 你看这个Daniel 包含他后面 他从一个主观视角 变成他是一个 这个周边视角 你就会发现 他一直以来有个动力 他叫他想证明自己 你看回到他跟他妈妈 他是不是想要跟他妈妈证明 他的人生选择 他的 他的 他看待这个世界 新世界的 他想要跟他妈妈证明自己 包含他在工作 他想要证明他自己的能力 然后 他想告诉公司 你们不要再做这些事情 这些没有用 甚至于 甚至于 他在 推动Spotify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后面有一个桥段 也很有意思 他把买到版权这件事 想的很天真 然后很天真 他的合伙人就笑掉大雅 想说 你怎么 觉得对方要卖你 对 你怎么会觉得他要卖你 然后你是从哪里 知道要怎么买版权 他说他从Google上面搜寻 他合伙人很没有 待会讲到合伙人 就笑到不行 可是 他那时候他就告诉 合伙人说 因为他合伙人那时候 原本就是要撤了 想到这不可能 然后 他就很坚定的 没有任何理由 就跟合伙人说 我们会得到版权的 他跟他的合伙人 他跟他的技术长 他跟他任何相关的人 都说 都只说这一句话 对 我们会买到版权 他很想要证明做得到 对 所以你想想看一件事 这不是对错 我觉得 当一个人一直很想要 证明自己的时候 他就会驱动 他所有的动力 把一些不可能化为可能 你讲到这边 我敲门已经录好 但是什么时候上 你还记得吗 下礼拜 这一集完了之后的 下个礼拜 或下下礼拜的敲门 大家可以搭配使用 就是我在敲门 会把这六个人物的性格 今天凯宇讲的是 他们的这个故事的情节 然后他们推动 他们的这个信念 但我的那一集 我会讲性格 你就搭配着听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Daniel 他可以这么坚持的 证明他自己 其实跟他的性格 没错 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 所以这个是第一集 就是他第一集也是最长的 因为他是要把轴线定下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还有背景这样 然后第二集 他谈的就从产业的角度 什么产业 音乐产业 然后音乐产业的角度就是 他的空间设置是 Sony在瑞典区的总经理 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角度 那这个总经理呢 也很特别 我觉得在他的真实里 你如果没看这部戏 我觉得我非常鼓励你 真的花点时间值得看 这个总经理 他的真实是什么 他的真实就是 他其实也意识到要改变 是 因为这一个戏在 这个角色出场的时候 就已经面临到 唱片也受到极大的冲击 然后他们一直在裁员 对 他们的那个时间走 已经不是海盗丸刚出来 其实已经海盗丸成为 大家都在用 已经没有人要买唱片 可是他们又必须要生存 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也历经了很多 很伤感的裁员 很多的愤怒等等的 但是为什么我会把 这一个主人公的 他的所谓的真实 用改变这两个字呢 我们理论上来说 觉得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他应该最抗拒改变 本来 对 但他为什么我会把他当成 他的真实叫改变 你会发现在在过程当中 他虽然一方面 散尽他总经理的职责 去做很多的对抗 可是我觉得你要认识一个人 有时候你从他直接的 显性表述不一定看得出来 你要看他身旁最亲近的人 他老婆 你记不记得 他和他儿子 对 他西中有一个 有一段非常的触动我 就是他因为自己 在这个压力底下 他有一些暴走嘛 包含在社交上就是 去缴他的朋友 去缴他的朋友 因为他的朋友买了很棒的音响 但却用海盗玩 海盗玩 面前的音乐 然后他就发飙 他就发飙 在众人面前发飙 然后他老婆也很没面子 但他老婆呢 是很有智慧 就过了一段时间找他吃饭 然后跟他聊 他们当初 他老婆就跟他分享 我当初喜欢你的地方 因为我猜啦 这个总经理 他在年轻的时候 应该也是个文青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想要对抗体制 想要创造改变的 然后他就说 当年你年轻的时候 我认识的你是 不畏惧任何的限制 不畏惧任何的困难 满头满脑 想解决办法的人 但是现在 你是一个愤怒的中年 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就困兽之斗 对你是一个愤怒的中年人 你只看到 别人对你不公平的地方 你没有想要做 任何的改变 但他不是这么的粗暴的 但我觉得他传递那个 然后那一刻我觉得 我看到这个总经理 他就有深刻的 他就有真的顿一下 就是我当初 进入音乐产业的初心 是什么 我那份初衷到底是什么 所以才引发出 他从原本的一个 很强悍的 一定要把 这些所谓的海盗湾啊 甚至于这些 免费的软体啊 这些 他想要把他们出之而后快 对要出之而后快 然后他才慢慢 中间很多桥段很有意思 慢慢的接纳 Spotify或许是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在他的真实 是一种改变 那他的代价呢 他的代价 他的代价 我觉得这两个字 听起来很轻 但很不容易 叫承认 承认 美好的过去 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从今往后看 真的不是那样言 甚至于事实上 因为那份承认 他还代表 他自己瑞典总经理的身份 到Sony的总部 去谈 然后遇到一对老骨头 他还气得要死这样子 也是一样被 就酸啊 然后也是把他打毁票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这其实我相信你也很有感 因为我们做书品这么多年 我们接触很多出版业的朋友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他们是不是也是要去认清一个改变的真实 然后在内在 那个代价承认 你知道那份承认是什么呢 就是你想想看 一个 其实音乐产业 它本身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 很 很 像是一个 很封闭 但很庞大的产业集群 你去看 一个Sony的公司 或者任何唱片行 那进去 它根本跟新创企业的那种 混乱 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来说 他们要去接受新事物 我觉得那是一种放下身段 我自己在看第二集的时候 我确实脑子想的是出版业 就是一样的 只是唱片业又更早 那大家 因为不想买CD 其实那时候CD 我记得一张也是三四百块 三百多块 后来四百多块 对 然后就会有一个盒子 然后会有歌词布 然后会有CD 甚至于以前 以前在封音乐的时候 经典的专辑会买两张 对对对 一张是不开封的 对对对 反正就是当年 然后其实书也是一样 像一本书也大概就两百多到三百多 那我觉得书现在也面临一模一样的挑战 就是人们接受讯息的方法太多了 我觉得有一个概念 我觉得在第二集是最明显 就是音乐 人们还是需要音乐 音乐不会消失 对 可是接受音乐的方法会改 对 那我觉得出版也是 人们还是会阅读 阅读的这个需求 成长的需求不会消失 可是方法会变 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 我也看到很多从业人员 我不想有没有像那个总经理的勇气就是承认 承认 然后改变 嗯 对 这真不容易 对 因为很害怕 非常非常多的害怕 其实讲到这个 要怎么样能够接受改变 然后去承认 我觉得他背后的信念 我那时候在想这一段 他背后是什么信念 我一直找不到适当的词汇 到后来我终于找到了 叫初衷 嗯 你知道我觉得他老婆跟他的那一段对话 真的引发了他 我当初为什么想踏进音乐产业的初衷 嗯 你知道有时候你踏入不管是音乐 艺术或者是文学或出版 我觉得你会有一个内在那种 或隐或显的那种想改变世界的动力 嗯 因为音乐他其实是 特别像瑞典那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他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声管道 嗯 一个好的音乐就像摇滚乐 为什么历久不衰 摇滚乐他就是 他就是反叛精神的最好的发声出口 嗯 对不对 我们现我们过去觉得 呃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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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觉得那些离经 就当年都是离经叛道的东西 现在成为一个很自然的 就马达纳穿的内衣外楼下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文化符号 我觉得很多包含社会批判的精神 OK 像我自己是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在听外国的音乐 西洋音乐 而其中摇滚乐是一块 嗯 那虽然我不是听那种 那种hardcore的那种 硬式摇滚 我不是我虽然都是听比较一般 还算靠近流行的摇滚 可是你都可以听到他的那份 那份反叛精神 想要对于这个世界说一些话 嗯 像张雨生啊 张雨生他在成名之后 后面有几张专题 卖得不好 但他其实就融合了很多社会批判 是 就像现在有一些流行的 就是rap啊 或有一些 你不要挑战你不熟的啦 哈哈哈哈 因为其实他也在改嘛 现在也有新的 新的 其实你说的rap是对的 对 我们现在可能听不惯的那些东西 但他其实是 反映了社会的某些真实 他们想要被听见 就是嘻哈的这种态度 其实也是 对对 那我们来第三个 第三个角色蛮有趣的 他是一个律师 从法务的角度 对 好 那直接讲这个律师 这个视角 其实我觉得是一般在商业故事里面 比较不会凸显出来的 对 但是呢 这一部影集 我觉得很棒的是 他第三集就进入了律师的视角 法务人员的视角 而这个法务人员 他也不是Spotify刚创业的时候 就原版人马的人员 不是 他是Spotify已经 浏览器呢 已经在开发 已经都在路上了 然后 等于从一个瑞典 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里面 挖来 挖来的一个专业的法律人员 就是要 谈判人员 负责谈版权嘛 因为第一集 那年Neo Egg 觉得他自己可以嘛 就没有人要理他 对 但是我觉得他的第三集 处理的很好是 他并不是从一个 Spotify的法务人员的视角出发 不是 他其实是从一个 法务人 法律人 他怎么去规划 他自己生涯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好看就在这里 而Spotify成为 是他职业选择当中的一环 然后他为什么 选择这个职业 然后在过程里 他需要对抗什么 对 所以你看 如果从这个法务人员的 主观视角 他的真实是什么 他的真实 其实不管他在Spotify 还是在原本的事务所里 他的真实叫做生存竞争 你还记不记得 他刚开始出场的时候 就是他是一个 几乎战无不胜的女律师 他觉得好无聊 但是事实上来说 他有一种被压抑 生存空间被挤压 为什么 因为他无论多努力 第一个 他是不是拿到合伙人 终于好像拿到了初级合伙人之后 重要的案子 他真的很想争取案子 又被可能男性文化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论子排辈 所挤压掉 所以你可以感觉 他很多细节的部分 都那种生存竞争底下 所以当他意识到 所以他并不是要忠于他的事务所 他更不是要忠于Spotify 他只是意识到 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了 我就要重新做选择 这是他的真实逻辑 所以你会发现 当他即便是拿到了初级合伙人 但他发现他真的要的拿不到 而且在这边 这些老屁股 这些老男人 不知道搞多久 才会有他的舞台 他就毅然怎么样 离开了 离开了 他就毅然的选择Spotify 然后会被笑 但他选Spotify 也不是就这么扭头过去 他在跟Spotify 谈的时候是怎样 他跟那个 共同创办人谈的时候 他就自己开架 他就自己开架 你没办法给我这个 我就不去 就别谈了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每一个动作 他的每一个选择 其实都是基于什么 生存竞争的考量 哪里有我的机会 哪里能够让我活下来 活得好我就去哪里 是 我觉得他这个角色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蛮喜欢这个角色的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他可能是 你的相反编吧 不是 我觉得跟他很像 没有 我觉得他是你的相反编 为什么 说实在来一点 他有一幕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他为了完成他的任务 他跟他原本的对手 就另外一个 对方的男律师 去合作 他愿意去合作 他愿意去和谈 只光这一点 我就觉得 他跟你的个性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里不一定 我现在不知道 我做不做得到 可是我觉得那个 不想要停在 同一个事情上 做重复的事情的 无聊程度 就是很 不喜欢 可以预测的结果 我觉得这点是像的 在这个角色上面 我觉得 我看到的一个东西是 其实律师也可以 在他本来的生存 他可以活得好 他跟第二集的 那个总经理 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他是 他是一个好的 他的生涯的路 其实是如果他愿意 按步来的话是 可是他选择了 非常大的跨越 可是他的冒险 又跟第一集的Daniel 又很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啦 其实如果你真的 回到那个 律师的主观视角啊 他根本没有冒险 他每一步 其实都是算好的 若A我就B 若B我就C 所以他思考 还是很强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一件事哦 他为什么我说 他的真实生存性 而他的代价是什么 妥协 因为若A就B 若B就C 有没有 这就是妥协的过程 可是Daniel不是哦 他是坚持在啊 Daniel就是 我要就是要 若有就活 若无就无 Daniel的那个选项 是比较单一的 对对对 他就是反正我就是 老大强迫题 老二硬穿头 我跟你干到 对对 但是你会发现 那个律师他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的代价是什么 妥协 就像我说的 我们我常常说 这个戏你要换位思考 你问你自己 如果你是他 你能够 你能够拉下脸 你能够在最绝境的时候 一通电话打给 那个让你 让你最下不了台的人 但是他却是音乐产业里 从唱片业的角度 最知道内情的 然后还要跟他妥协 还要跟他谈条件 对不对 那你觉得驱动他的信念是什么 我觉得背后驱动他的信念就是 我写两个字叫结果 他一切的一切 他所做 他选择做跟选择不做的 任何东西都是 都是面向 我能不能得到我要的结果 你会发现 当他意识到 我就算在这个事务所 我拿到了合伙人 我得不到我要的结果 你中间还是跟我卡什么初级合伙人 高级合伙人 有没有还要跟我论姿排备 当他意识到 他得不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你有发现 他的心就不在那里了 对不对 然后最妙的是 在里面有一个桥段 就是后来 Spotify他有那个 Premium的那个收费机制 在这个戏里 也是他提出来的嘛 就是我们不需要为音乐付钱 可是我们会为我们 已经串好的播放清单 这就是你最爱 你在心情最差的时候 最想听的 你会为这个功能付钱 那你想想看一件事 他不管是面对内部人员 还是外部的市场 他去想这些 是不是都指向一个结果 甚至于他很清楚 就是你如果不同意 我们要有收费机制的话 那我就不干了 你会发现他在 只要这件事情 无法支撑他的结果 他是头也不回的 可是这件事情 只要他看得到 能够支撑结果的可能性 他完全愿意妥协 什么东西都愿意谈 好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偏见 会觉得好像这样的人 就冷酷无情 没有人味 我觉得不是的 你要问你自己 你愿意付出他的代价吗 对不对 我们常常有时候 这种牛脾气一起来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 结果就是要走这条路 但你就是不愿意 他的角色就是负责协商的 跟折冲的 所以他的这个性格 在这里发挥的非常的好 就是无论如何带结果回来 这才是他那个 这个当初他被挖角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个 很独特的性格 就是第四个 城市设计师 技术长 他们的技术长 他也是一个 我觉得很经典的人 你们觉得身为一个 城市技术人员 他的真实是什么 零跟一啊 我吓得关键是 他的真实叫理想 你会发现 这个角色的出场 各方面他一直是一个 很有理想性格的 而且他的理想性格 就是他内在有一个 属于他自己的逻辑世界 不然他看到他 喜欢的女生的时候 也都把他化约成很多的公式 零跟一的排列 然后在他的幻想世界里 把他的形象画出来这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理想性格 事实上当 Daniel X 去找他的时候 去跟他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新的音乐的可能性 是不是很快吸引他 对对对 但我们知道 这中间落过了很多 他刚开始 Daniel找他的时候 他也觉得 我们现在不就已经有海盗弯了吗 对不对 然后Daniel很厉害哦 Daniel 你会发现 Daniel在跟他讲 关于Spotify的愿景 跟其他投资人 跟音乐产业讲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有用工程师的语言 Daniel就问 那个技术长说 那你现在是怎么用Spotify的 你第一部是什么 海盗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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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部是什么 是不是搜寻你要的歌曲 然后呢 是不是有表列 从表列当中 你要删除 没有用的 然后选的你要的 然后 还会下载 点下去之后 要下载 要缓冲 缓冲除了会失败之后 你还要怕什么 会不会中毒 对 然后你好不容易下载 好不容易能播 你是要把它 你到底是要按照什么 逻辑去编你的曲目啊 什么的 是不是一堆的 你会发现哦 这个Daniel Ike 你也必须要佩服他 他很知道对什么人 对说不同的话 虽然他对音乐产业 有一点 我觉得是他是工程师 对 所以有共同语言 他自己知道怎么说服 对 但跟他很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他的这个弱点 他又跑出来 对 所以他为什么需要 那个法务人员 而且他也需要他的合伙人 没错 他们的性格 没错 都是 其实故事听到这边 你会发现 没有一个成功的人士 是可以自己一个人 把战打完的 对 他旁边身边 都是非常多 跟他性格 角色 能力 互补的人 所以他们是一个团队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 是可以看到这件事 你不会觉得只有谁 可以把一件事做好 对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 那个等于说 Daniel用这样还原现场的方式 帮助这个工程师 去重新的去思考 就是说 对 这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你知道对那个工程师来说 你只要诉求他 有一个完美的世界 有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我们现在没到 他就动心了 应该说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你要的世界 在这个电脑世界里 城市里 你说了算 对 那你说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我会说他付出的代价叫专注 但是听到这边 专注不是应该是他的美德 他的优点 为什么是代价呢 你在过程你看见他有多被折磨 对 其实专注是他的代价 为什么 我们专业术语后就不讲了 只光讲一个 他好不愿意跟一个 他一直向往的女神在一起 结果他因为 太忙的工作 对 所以这个人也离开他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回到整个事业体结构的发展 刚开始一定是一群 一群草莽 落草为寇 然后想要改变世界 可是随着这个团队和 跟这个市场的接轨越来越紧密 是不是很多的规则就要出来 是不是很多的 我们说市场的趋势 比如说一个公司 你怎样你都要赚钱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东西是 事所必然理所当然 但你以为我发现 因为他的专注 他一直专注在技术的精进 他忽略了整个大环境 包含Spotify大环境的改变 还有其他人的世界里的想法 对 我觉得这个故事里 他里面很值得追求 就是那个对于专业的坚持 比如说Daniel坚持要 缓冲只能剩什么 0.4 0.2 0.2 总之就是你 无法感知的差别就对 但是以我们就 他很顺畅 但是以他们技术人员是不行的 然后Daniel就逼他这件事 我觉得他在那里怎么坚持下来 然后他怎么最后突破 我其实是很欣赏的 可是他的故事到最后 我不能说遗憾 我只能说可以预期 这是他的人生 对 所以他的信念就是完美主义 你要说乌托邦也可以 我就是乌托邦 一个对于他所想象 我原本有写乌托邦 但后来我发现 我怕有些人会 没有那么容易get到 所以我用完美主义 为什么完美主义 或者我用乌托邦 可以搭配我那一集敲门厅 你就会知道这一个人物 他活得非常的极致 在我的人物性格分析里头 这样的人其实有他很美很美的地方 而且如果你懂得用他 当然他也有他人生的课题 就是因为他太有灵有脚 他太坚持他要的的时候 就变成他不见容于其他的周遭 他没有办法做那个连结 所以一个人的信念 就创造一个人真实 也就决定了他要付出什么代价 他活出什么样的人生 第四个是合伙人 第五个合伙人 一个过动症的 你觉得合伙人他的真实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描到我的手稿 但是我其实想很久 他的真实到底是什么 我后来选这两个 选这个跟我的性格分析 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我一直觉得 他不是为了赚钱 他从一开始第一集 他从头就不是 他是一个很人际导向的人 如果创办人Daniel Egg 他极度的指向自我 我觉得合伙人就像他相反 比他极度的指向他人 所以在我手稿上面 他的真实 我写两个字加连结 他希望用各种方式 跟其他人跟这个世界连结 所以资本是他的方式 而不是他的目的 創造公司 那才会在他最后的时候 愿意退出 其实Daniel提出的 那个要求很过分 没有 这个也不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了 对 他在他前面赚到第一桶金的 那个双向贸易 是不是 就是他的那个第一个公司 也是一样啊 那个他们当地 股票上市的审查机关 到公司的时候 他不是还没人疯吗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合伙人 就直接在那个官员面前说 他现在已经没有参与公司运作 他是以特别顾问的角色 参与公司 因为很怕 对 对 你就会上不了市 所以你也经验过耶 我们要贷款的时候啊 银行不是都会来 然后一定要跟创办人 对啊 讲话 他们就是面试吗 他们就在面试我啊 对我们贷款的时候 那个银行也要面试我啊 看这个人可不可靠 我都一直在想 可靠会写在脸上嘛 我觉得银行有喜欢的 自由性格 是是是是 所以你看这是他的真实 他无论选择做任何事 不做任何 而且你看当初 Daniel 他跟Daniel一样 都是已经赚到一桶金 都已经可以过自己爽爽的日子 但Daniel 那时候去他的家 去跟他谈Spotify的构想的时候 有没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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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Martin 他的 他的反应也是一样 嗯 他的反应也就是 哦 原来你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而且他的决定其实都很快 甚至也是疯狂 可是他的疯狂跟 Daniel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像他把 Daniel带去赌场的那一场戏 哦 我就觉得他在他的性格里 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 就是如果 就是他就是一个 非常外情的人 然后如果你 我觉得看这出戏很好 因为他把六个角色的性格 都描述的非常典型 而且我不知道你 有没有觉得 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 这个角色是我刚开始 没有很喜欢他 可是我看到后面 也越来越喜欢他 是因为相反编吗 我觉得除了相反编 就在你看 刚才也不喜欢他 就是因为 他的形式风格 的确跟我的 跟我的个性差很多 我想要怎么这么的鲁满 可是你知道后面 越来越喜欢他的原因 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在他身上看到 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我会把它写在 这是他的代价 我猜啦 因为这故事 没办法铺那么多 我猜这他人生当中 一定有这方面的修炼 他的代价就是放下 就是建立 他不断不断的 去跟人创造连结 可是他也不断不断的 要去 他也去体认到 这个关系到这里 这个关系的期待到这里 就像他的 前面的创业 对 到这里我该放下了 后来他跟Daniel 到这里我该放下了 甚至于你会发现 他的这一集的 故事的主述的串场 是他接受一个 广播节目 谈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到最后一幕 他跟那个 自作人 没有 他跟那个 广播节目的 制作人 一起在录音室里跳舞 我觉得那个跳舞 是一种释放 但也是一种放下 叫做 这是我的故事 但这仍然不足以说明 我 我还是更大的 我还是可以有 更多的连结 所以 我看到后面这个角色 我会越看 越喜欢的原因在这里 是因为 他的修炼 我觉得他的代价 是放下 我常常会说 我们换位思考 我们看角色当然容易啊 你要问的是 如果是你 你放得下吗 嗯 舞台 如果是你 你放得下吗 而且当初 Daniel的投入资本 是很少的 几乎都是这个Martin 在付钱的 都是他 账单都是他付的 然后他就前五年 就是说 对 好几次想要把Daniel 给杀了 对 所以 其实 不容易 对 因为其实 后来的光环 都在Daniel身上 可是他确实 背后那个 一直支撑的 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 他的信念是什么 我一直在琢磨 他的信念 我觉得他的信念呢 当下 他顺随自己的心意 活出那个当下的自己 所以为什么 我说这个角色 你会越看越喜欢他 你仍然不会 觉得自己 可以跟他一样的 形式风格 那真的是太疯狂了 但他真的很当下 我觉得看这书戏 有两个角度 一个你可以看 你最喜欢谁 最能认同谁 有可能你们的性格 很像 第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 你最讨厌谁 有可能他就是 你性格的阴暗面 的另外一面 对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趣的对照 像我喜欢他 我觉得某种程度 可能也投射了 我人生后半场 我希望我活得当下 好 我希望我活得 更自在 有更多的连结 好 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要讲一个 Bobby T 他是艺人 但他是不存在的人 他是 这个故事 他是这个故事的 虚构角色啦 对 应该说故事 都是虚构角色 但他是 Martin是有的 对我知道啦 但其实这个 戏本身 他就是建立在 Spotify的一个 我先讲 这出戏 他是有文本的 他是一个 瑞典的记者 然后写着 Spotify的 这个非小说型的 传记故事吧 对 就是 有一点就是 怎么讲的 非文学类的 半虚构 对 半虚构 他本来的那一本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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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 对 就从那个去 然后后来 建立一个半虚构的剧本 对对对 剧本才把它 做一些调整 这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 Bobby T 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任何一个 产业的结构 就像 像过往石油产业 它除了有那些巨头 它除了有那个 表面上的工序之外 一定有最底层的工作者嘛 对不对 那任何一个结构 都是这样 就像音乐产业 有这 有Sony啊 然后EMI啊 等等 这些巨头 环球啊 这些巨头 华纳 也有像Spotify 类似像通路 但是也有 创作者 那我觉得 从创作者的角度 来说 我觉得他们的真实 特别在这个戏里面 呈现出来是一种 我会觉得心情很复杂 因为在他们的真实 是剥削 你看 才华是我的 演绎是我的 演出是我的 甚至于大家 认识的 关注集中是我的 但我却没办法 过好我的生活 我却没有办法 从平台里得到 我认为可以养活 自己的分润 然后签约唱乐公司 其实我们以往就知道 也有很多的霸王条款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 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视角 它特别从艺人的角度 把它压在最后一个 我觉得它 这瑞典拍的影集 我觉得还蛮符合 还是人文关怀 我觉得还蛮符合 瑞典的社会精神 就他们某种程度上 在光谱上 会靠社会主义多一点 左边一点点 对对 会靠社会主义 所以他一直在反思 你这个资产阶级 到底 有没有 他一直有这种反动精神 其实把艺人 也可以想象成作者 对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作者出一本书的 版税有多少 然后 你要在这里讲吗 可以讲吧 我没有讲拒绝的数字 但是我告诉你 比去Seven打工还不如 真的 现在你会看到 愿意出书的作者 真的他们都是一份热情了 两个啦 一个热情啦 第二个就帮自己印一本 很大本 很完整的名片啦 真的 不是为了要写书赚钱的 绝对 而且你不要再叫他送你书 对 真的 你千万不要叫他送你书 然后你真的喜欢他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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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一本才两三百块 就我常常有时候 看到那个留言 我腦神经都要断掉一大把 就说 听你介绍这么书好棒喔 我要去图书馆借 好啦我也尊重啦 可能有些人家里书很多 或是对他来讲 但是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那买电子书好吗 也可以嘛 对啊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如果你愿意支持 你所欣赏的事情 最棒的一件事就去支持他 对对好 所以我觉得从艺人的角度 从这个Bobby T的角度 他就是剥削 因为像戏里面也有呈现出 他演出很累的 要养小孩 甚至于他的女儿 跟他要一只iPhone 他也没办法做得到 的那种挫折 那你说他的代价是什么 我觉得从这里面 我看到他的代价是 你看 因为这个戏里面 这个Bobby T跟Daniel Egg 就是高中同学 他们本来就是朋友 可是他一直在这种生活的 真实挤压底下 他为自己发声 那他发声 他刚开始也不是要跟 Daniel Egg对着干 他其实只是在说他的辛苦 但事实上 当整个局势不断升高之后 我看到他的代价就是勇敢 我觉得对他来讲应该很难 因为一边是友情 对 一边是自己的人生 勇敢 包含他到后来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一部戏里面 他的出场蛮早的 第一集就开始了 但你看他这样一路铺排下来 其实你不会觉得 他是一个那种愤怒的人 然后到处要去 要去做什么社会运动 可是他到最后却成为 对抗Spotify跟音乐产业的 剥削的那个社群的领头人 他有一场戏 我真的觉得很好看 就是他去听政会 讲的那段话 我不爆雷 我觉得那段话 值得我们大家反思 就是 我们都觉得 从事艺人 艺术工作 不管是音乐 还是创作 应该是一个 身份地位还不错 可是在那个听政会里 他做的那个比喻 你可以 你会突然被打醒 就有一种 对 我跟那些采矿的石油工人 有什么差别 其实我们的 我们就真的是工人 说真的 我们今天一直创作我们的内容 我们也算是YouTuber或Podcaster 我们一直不停地 工人啊 我就觉得有时候 对我们的收入跟回报 其实最多 拿到最多利润的是这些平台 对应该说 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 我们怎么去改变这个结构 或者在我们力能所及的 去做一些创新的话 对 那你不断地只是依附在这个系统 其实你能够得到的真的很少 真的非常的少 所以有心想要进入创作行业的人 我真心鼓励你一定要把这个影集看完 从头到尾 因为你就才会有各方视角 不会只有你自己创作者的视角 还有市场的视角 对 还有专业人士 不同产业的人怎么看待你 我觉得这是我最推这个影集的地方是 我们以前都说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其实很好说 但很难做 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自己有没有在换位 可是我觉得这影集就是 对不起 不同的视角去拍 然后去讲那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你不用很辛苦 你就直接进到那个角色里去理解 他所在乎的事情 然后他想要坚持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出戏也真的非常 刚刚开始讲到 他是非常瑞典精神的 他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答案 他要的是一个 所有人一起在这里面 彼此的声音被听见 对 所以这个第六集 他的那个艺人视角 我觉得这个Bobby T的角色 我觉得他内心的信念就公平 他没有要 他没有要 大富大贵 对 他没有要说 你就从此整个产业以我为主 但是我要的是一份公平 对 好 我要的是一份公平 所以我们整个中观来看 你看 从第一集 创业者的视角 他的信念是证明自己 到第二集 音乐产业 信念是初衷 第三集 法务 信念是结果 第四集 城市设计师 他的信念是完美主义 或乌托邦 好 第五集 合伙人 他的信念是当下 第六集 艺人的角度 他的信念是公平 你想想看 这些 我是后来才看 这整个垢面 我觉得 当我们人要活得平衡 你又要想要有所作为 又要想要能够在 自我的生命跟这个世界 内在跟外在 取得最大程度的平衡 我觉得 这六个我们都可以想一想 不同的信念 当Daniel Eck 他过分的执着在 想要证明自己 到最后 他其实跟独裁者 没什么差别 但是当 你看音乐产业 他过分的 一直在初衷 或者是他 就你某个偏向 太极端的时候 你就会忽略其他的部分 信念没有绝对的好 或绝对的坏 他永远都还是 Depends在 这个当下 应该要怎么做调整 我喜欢把信念 比喻成一件衣服 你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年纪 就是要穿不同的衣服 对 不然的话 你就会变得很奇怪 你三十几岁了 但你还在穿 十几岁的衣服 不能说你错 那衣服也还是能够穿 可是你就会觉得 好像跟你这个当下 融入不了 他没有办法帮你加分 对 所以 我们有时候 常常去思考 很多的 很多的选择 该怎么样 我觉得 在这背后 你更需要去觉察 就是你的信念 你到底是怎么想 这件事情的 好啊 那 影集就到这边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个 我们自己的课程 而且 是是是 对 你在收听这个 电影容的晚上 如果你是 就你的第一波 我们是 应该这一段是 十二月十一号上线 十一号上线 的晚上十二点 凌晨 那个日期 一到十二月十二号的凌晨 凌晨 对 那我跟凯宇的最新线上课程 凯宇的最新线上课程 就是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他就在讲 我们的信念是怎么帮助我们的 然后 你的信念 如果你发现你不合适 你该怎么去调整 对 那这一次呢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创新 创新 就是呢 你购买 参加 活出你有 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就送 我的 你是哪种人课程 那我刚刚一直在说 这六种人是六种性格 所谓性格或个性 就是你是哪种人 我用了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知道 就是十六型人格 或MBTI 大家都已经做过 可是这门课不止如此 我还把MBTI背后的 这个理论基础 叫真正的容格心理学 怎么看待人 也一并讲给你听 所以 也许有一些人 我已经自己 私下做了很多的询问 然后MBTI做出来的跟 我跟他讲完容格心理学 然后他们试听了之后 他发现 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完全是 不一样的看见 但是没有说谁是好 谁是不好 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种信念 一种看见 而活出一种可能 对啊 就像踹了王者 这六个不同的视角 其实人 要能够越活越丰富 越来越活 越复杂才是成熟 那你的那个视角 要能够去把它展演出来 所以呢 在最早鸟的时候 晚上十二点 闹钟记好 你就可以用2299 同时享受 我们这两门课 买一送一啊 这是史上最大力度的优惠 而且 我的课是只送不卖 对 对对对 所以如果 真的 这样啦 我的课是2299 他的课是无价 所以只好用送的这样 是不是 鼓励大家 这把握第一次的优惠 第一波的优惠 对 好 好 那我们 你是主持人 你要结尾 我有一种 你常忘记这件事情 我有一种就是 那个工商服务完 然后就下 就结束了 好 那我真心喜欢这部影集 因为这部影集 把我们两个的课的很多的精神 其实都融入在里面 而且又很好看 对 你们可以看完之后 然后再去搭配我们的课 然后想一想 是不是有一些很呼应的地方 对 你相信的是什么 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真实 而你是哪种人 就会决定 你会做什么选择 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做到 先做到这里了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期待我们未来 为各位推出更多 更精彩的内容 谢谢你 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